好 這個 我們交叉的部分 看到這邊 就是說 你要看它的交點 水平跟直立的交點 它連起來不垂直 我的主機線 當然它就不是真正有所謂的交點了 好 告訴我這是什麼 平行 相交 還是交叉 這邊平行 這邊有個點 所以這是怎麼樣 相交是有交點啦 交叉就是沒交點 這個有交點嗎 有沒有平行 沒有 因為這個是 基本上這兩條都是負斜線 那負斜線 它兩個投影面沒有平行 當然就不平行 好 那如果不平行 到底是相交還是交叉 那你看這邊有個交點 你把它拉下來 它其實有兩個點 所以它其實是交叉 它並沒有真正相交在一點 所以這個都是一個簡單的例子 好 那剛才我們看的是 平行 或者是 相交或交叉 那接下來看一個 垂直的概念 那垂直的概念 其實 也蠻 蠻特別的 就是說 因為我們今天是正投影 正投影 所以我們要判斷兩個直線 當然 這兩條直線 有可能是相交垂直 或是交叉 垂直 那所謂的相交垂直 就是相交在一個點 然後它是垂直的 然後它是垂直的 那交叉 垂直呢 就是它是沒有交點 但它還是垂直的 好 所以都 一對二位都OK 所以我們重點是要談這個 所謂的垂直的概念 兩條直線垂直的概念 那兩條直線垂直呢 因為我們今天談的是 是正投影 那如果這兩條直線是垂直的 但是這兩條直線又是負斜線 負斜線就是特殊的直線 不是特殊 是不特殊的直線 就是一般的直線 負斜線就是一般的直線 如果這兩條直線是一般的直線 那但是它是垂直 它在空間中是垂直的概念的話 那它的投影圖看得出來嗎 你想想看 如果你們拿一個三角板拿起來 然後你把它隨便擺一個位置 你從上面往下看 它那個直角還是直角嗎 應該變形了嘛 所以它就不會是直角了嘛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兩個負斜線的垂直關係 它又不是特殊的直線 那這樣的話 這兩條直線 即便是空間中是垂直 但是它的垂直的這個90度的概念 是在你的兩個投影圖 或是三個投影圖 是看不出來的 是看不出來的 好 那看不出來當然我們就沒辦法處理它了 但是我們今天要講一個比較特別的是說 這兩條直線不管是相交垂直或交叉垂直 其中只要有一條直線 只要有一條直線 它是特殊的直線 那我們這邊的特殊的意思就是平行 平行的概念 如果假設有一條直線 是平行某一個投影面 所以它是所謂的單斜線 或者叫斜線的概念 那這樣子的話 另外一條直線 跟這條特殊的直線 是垂直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在那個平行的投影面上 這個兩個直線的投影就會垂直 都沒有意思 好 我們用這個例子來看 好了 B C 是一條 特殊的直線 它是平行什麼 它是平行我的水平投影面 所以它是叫水平線 B C 平行我的水平投影面 所以它叫水平線 那今天我有一條直線 A B 那當然這個是相交 相交垂直 交在B點 那A跟B 跟它是垂直的關係 跟它垂直的關係 那這樣子的話 因為你的B C 是平行我的水平投影面 所以它的 在水平投影面的投影圖 就會呈現90度 這樣可以想像得出來嗎 你今天隨便拿一支筆 假設你的這個桌子 是水平投影面 那 這條直線 是平行我的水平投影面 對不對 那我有一條直線 跟它相交 那我今天不管 這條線 跟它怎麼樣的相交垂直 就是你跟它繞360度 你從這樣往上看 它是垂直 這樣子也是垂直 這樣也是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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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去比看看啊 就是說 或者是說你想想看 它就是 一張紙嘛 這條紙 這條線是跟我的水平投影面平行 好 那我 這個這張紙是跟它垂直的 那這張紙跟它垂直 所以代表這張紙 上面的所有的直線 跟 跟這條線就垂直嘛 那你這樣往上看 從上往下看 會怎麼樣 它的投影圖 在水平投影面也都垂直啊 好不好 所以它有這樣一個特殊的關係 所以 利用這個特殊關係 就是說只要 今天我們談的是兩條直線嘛 那兩條直線的垂直關係 就是說只要有一條是特殊的直線 是水 是單斜線或斜線的話 那在這個 跟它平行的那個投影面上 就會呈現出這樣的一個垂直的概念 好 所以 待會兒我們就會利用這個概念去討論很多 沒有很多啦 就討論一些 一些有關投影圖的概念 那個垂直 垂直投影的概念 好 所以像 那好 那我們這個是立體圖啦 那我們看它的這個投影圖 呃 BCE因為是所謂的 我們說過它是水平線 好 所以我們說上禮拜談的 水平線的特性是什麼 水平線的特性是它的 直立投影平行主機線 這個要記住嘛 水平線的特性是它的 直立投影是平行我的主機線 那它的反而真正跟它平行的那個投影面 它的直線就就就就就就任意的 就是歪斜了 好 那 A B跟它垂直 好 所以你的A B跟它垂直 所以基本上你這個A A的水平投影呢 這個A H到B H 這條直線呢 就會跟我的什麼 B H跟C H就會得到一個90度 好 就剛才我們說的這個原理 現在如果在投影圖就是變成這樣 那至於A Super B當然就無所謂了 反正因為B C是水平線 但你的A B可能就是一個負斜線 它可能是任意的直線 可能是任意的直線 所以它是負斜線 但是因為A B跟B C是垂直 然後B C又是水平線 所以我們可以至少確定是在水平投影面這邊 它的A跟B A跟B的這個水平投影 會跟我的B跟C的水平投影 至少一定是維持是90度的關係 那至於直立投影就水 whatever 但是B跟C 那B C因為是水平投影 是平行水平投影面 所以它的這個直立投影一定會平行主極線 所以一定會這個結果產生 對不對 好 這是一個 兩條直線 它如果是垂直的話 那其中有一條直線是特殊的 所謂的斜線或單斜線的話 那這個投影面 我們會利用這個特性 就是它在平行的那個投影面上 會得到一個垂直的關係 好 來做一些推理 好 這個 給你一條直線 這條直線 你要求這條直線 然後還給你一個點叫A點 那你要求空間中一個點 到一條直線的距離 好 那怎麼做 那 當然這是 這個都是設計好的 你看這條直線是什麼線 這邊必須先說一下 這個是 這是第三向線投影 所以它的水平投影在上 水平投影在上 直立投影在下 所以這個是 Edge面 這個是Vertical 所以這是第三向線投影 好 那不管怎麼樣 你看它的水平投影是怎麼樣 水平投影是平行主極線 直立投影是任意的 A H在這裡 A Super V在這裡 好 所以基本上這個線是什麼線 水平投影平行主極線 所以是什麼樣的斜線 叫做前平線 叫做前平線 那一條直線 跟它垂直 所以重點就是 你要去抓那條什麼 垂直的線 那條線 從這個點 拉一條直線 跟這條 另外一條 以致直線垂直 那個搭出來的 那條直線 的時長 就是你的什麼 點到直線的距離 好 所以重點就是 我要從A點 拉一條直線 跟這個 以致的這條直線垂直 那正好 很湊巧的是 這條直線 又是前平線 又是前平線 所以 前平線是平行 直立投影面 所以 我要怎麼做這條 做 做從A點到 到這個 以致直線的垂直 垂直的線段 這個圖都已經畫出來了 其實就這麼簡單 因為你從A點 有沒有 因為它是前平線 所以我們說過 你從A點 要拉一條直線 跟它垂直嘛 所以我們要先找到 這條直線上的垂直 有沒有 就是從這個點 拉一條直線 跟它垂直的那個垂直 那怎麼拉 就是因為它是前平線 所以它的垂直關係 是呈現在什麼 呈現在直立投影面上 有沒有 這一點 稍微要再進一步去推想 去推論一下 因為我們今天是 問題是要問點到直線的距離 但其實的意思就是什麼 你要從這個點 拉一條直線 跟這條 以致的直線垂直嘛 所以重點是拉垂直線嘛 那拉垂直線 那拉垂直線 就代表我從A點 要拉一條直線 跟 跟它什麼 跟這個 以致的直線 相交垂直 要產生一個交點垂直 那 回到剛才說過 空間中兩條直線 要相交垂直 或交叉垂直也好 它唯一能夠呈現垂直的是在什麼 因為今天 這個以致的是一個特殊的直線嘛 特殊的 所謂的單斜線 而且是所謂的前平線 所以這條直線 以致的直線 是平行直立頭裡面 那所以我要從A點 拉一條直線 跟它垂直 這個垂直的直線 的關係 就這兩條線 垂直的直線的關係 只能夠呈現在哪裡 呈現在它平行的那個頭裡面 which is 直立頭裡面 動一動腦 動一動腦 想一下 你從 這很簡單 這是以前國中也許學過的很簡單的集合 你從一個點 要拉一條直線 跟它垂直啊 你要從這個點 要找 點到線的距離 有沒有 點到線的距離 點到線的距離 不就是要抓一條垂線了嗎 那這條垂線 你要算它距離 當然你要先 一定是相交垂直嘛 你要抓到一個垂直啊 垂直啊 垂直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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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那所以代表說 我今天從以致的點 拉一條直線 跟它垂直啊 但是這個以致的直線 是什麼 是前平線啊 所以這條前平線 跟我今天要額外做的這條直線 基本上是垂直的關係嘛 這樣我才能夠去抓 抓什麼這條直線 那這條直線 因為跟它垂直 所以你才能夠算這條直線的距離 這條直線的時長 就是它的點到直線的實際距離 所以 雖然是在做點到直線的距離 但其實就是在做兩條直線垂直的一個投影圖嘛 好 所以呢 我從A點這邊 而且是要從A的SUPER ME這邊 拉一條直線 跟它的這條以致直線的直立投影 這個是垂直 這個是垂直的 為什麼要 為什麼這邊你可以確定它垂直 因為 我們剛說過 點到直線的距離 就是點到這個點 點到以致直線的另外一條直線 這條直線是要跟它垂直嘛 那因為這條直線是直立投影 是前平線 所以它是垂直 它是平行直立投影面 所以它的垂直是反 它的唯一的垂直關係 只能夠反映在什麼 反映在直立投影面上 所以我就從A的SUPER V 做一條直線 垂直 這條以致直線的 所以這條以致直線的直立投影 所以這是垂直的關係 這是垂直的關係 好 那這樣的話 你這樣畫過去以後 得到這個點 這個點就是你的垂足 這個點就是你的垂足 垂足 而且是它的直立投影 點的 那個垂足的直立投影 那既然知道它的垂足的直立投影 那對應它的什麼 水平投影 就直接拉條線上去 這就是它的水平投影 然後這兩條線再把它連起來 然後這兩個點連起來 所以得到的AK 水平投影 AK的直立投影 這個AK就代表是什麼 這條AK就代表是 跟我的已致的這條L直線是什麼 是垂直的關係 而且是相交垂直在K點 到這裡 有沒有問題 就是把剛才的步驟再稍微延伸一下 剛才的那個什麼 剛才的這個概念再稍微延伸而已 這有沒有問題啊 這裡 這個 之後還會用到 好 特殊的直線 這樣很難懂嗎 你各位 嚴重陰材的這種 剛才你可以把它想像成就是 好 剛才就假設我A點 我要從A點 拉一條直線 我從A點 要找A點到BC的距離 A點到BC的距離 就是從A點拉一條直線 跟它垂直 就這樣而已啊 好 只不過剛才的那個 椅子的直線 是前平線 現在這個椅子的直線 是水平線 就這樣而已 好 好 從A點要拉一條直線 你要從A點去算A點到BC的距離 就是類似A點到BC的垂直 要拉一條垂線 然後去算這條垂線的實際長度就可以了 好 所以 所以 做法就是這樣 從A 那你要從水平 因為 這條線是前平線 不是水平線 所以你要從直立投影 拉一條直線 跟它垂直 垂直完 得到的垂直 再拉上去 這個得到它的什麼 垂直的這個水平投影 這樣連起來 所以得到的AK 這個就是它的什麼 就是它從A點一條直線 去跟我已知的前平線垂直 好 好 那AK知道之後呢 OK AK看起來是什麼線 從它的水平投影跟直立投影 你看出來AK應該是 最普通的線 就是 複斜線 好 所以但是我要知道 AK的時長 為什麼 因為AK的時長 才是代表我真正的距離 點到直線真正的距離 所以接下來你就去算 又利用直角三角形法 去把AK的時長算出來就好了 所以這邊畫個這個直角三角形 就是 去量它的ΔX 然後去做直角三角形 所以這個就是它的時長 AK的時長 AK的時長 那AK的時長就代表什麼 點A到這個前平線的字 所以把我們上 上禮拜選的東西全部就串在一起 所以就有人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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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從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再衍生 衍生到這個 兩條平行線的距離 兩條平行線的距離 有時候 之前你們也有學長姐在說 兩條平行線距離很簡單 我就直接把這邊量量它的距離 這就是它的距離 有那麼簡單嗎 事情不是狂人太簡單嘛 你們都不是狂人嘛 所以不是那麼簡單 這兩條是什麼線 這個又回到第一項線投影 所以直立投影在上水平投影在下 這是什麼線 這也是兩條很特殊的直線 水平 這是水平線 所以它的直立投影平行主機線 這是水平線 那這兩條水平線基本上是平行 所以它在 它反正水平線 它的直立投影是平行主機線 所以一定會平行 但是重點是要看它的水平投影有沒有平行 所以它水平投影是平行的觀念 那兩條水平線 就是平行水平投影面 那你要算它的距離 那你說那很簡單 我就把這邊量它的直立距離就好了 當然不是 因為你的水平線有可能有高有低 有高有低 你的水平投影跟直立投影根本都看不出來要實際的距離 所以我們這時候要怎麼做 其實兩條平行線的距離的做法 我們就模仿 模仿剛才點到直線的距離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兩條平行線的距離就是 因為是平行線嘛 所以你兩個 你就隨便另外一條直線找一個點 去算那個點到直線的距離就對了 所以這個問題其實就是跟這個問題是怎麼樣 是一樣的 所以我就在 像它這邊做法就是說 我從這個 從AB 從AB直線 找一個端點 找B這個點 從B這個點 當成是剛才這邊這個點 去拉一條直線去垂直另外一條直線嘛 那因為今天是水平線對不對 今天是水平線 就相當於你從AB找一個點 去找 當你今天找B點 這邊 課本這邊是找B點 你要不要找A點也可以 你要中間隨便找一個點 可不可以 都可以啊 你就是AB隨便找一個點 然後從這個點去做一條直線 跟它垂直 跟CD垂直嘛 然後去找它的垂直距離 然後那個距離 得到結果就是兩條平行線的垂直距離 好 這是兩條平行線的距離 是一樣的意思嘛 兩條平行線的距離 我今天是不是可以 隨便弄一個點 去找它跟它垂直的關係 這樣就可以啦 所以這個平行線的距離的意思 就是跟點到直線的距離 是類似的概念 所以 我就找B點好了 那從B點 因為今天是水平線 所以它的垂直的概念 是可以呈現在哪裡 呈現在水平投影 所以這邊從B的SUPER H 紮一條直線 跟CD 這條水平投影 這邊是垂直的 然後得到的這個點 這個就是它的垂直 所以從這個垂直再拉上去 得到對應CD的直立投影 得到它的 得到這個垂直的直立投影 好 那這樣的話得到的B1 B1 這個B1就代表什麼 代表它的這個 平行線的實際距離 的那個 的那條線 那條垂直線 那垂直線 那接下來要做它的時長 一樣用直角三角形法 所以這邊畫的直角三角形 算出來它的B1的市場 好 這個市場就代表 兩條平行線的實際距離 好 所以 這個題目跟這個題目 基本上一模一樣 好 一模一樣 不過 稍微 你們再花點心思去想一下 就知道了 那做法是一模一樣 但是基本的原理都是什麼 基本的原理都是 都是兩條直線垂直 當有一條直線是特殊直線的時候 那個概念 所以為什麼都要從前平線 就要從直立投影面去拉一條垂直的 水平線 就要從水平投影面這邊一個點去拉 跟它另外一條直線垂直的 好 這個概念都是這樣來的 好 所以這是垂直的部分 好 那這題又更稍微 又更複雜一點 好 這題又稍微更複雜 但它是在講垂直的概念 這件是在做兩條交叉的直線 交叉就是沒有交點 好 那要做它的公垂線 好 公垂線知道什麼意思嗎 公垂線的三命數 公垂線 對 同時垂直兩條直線的線 叫公垂線 好 那只不過當然 這兩條直線 今天給你的這兩條直線 其中有一條很特別 好 其中有一條很特別 好 我們看立體圖 AEB這條直線是垂直我的水平投影面 所以AEB這條直線叫做正垂線 好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直線 所以AEB是正垂線 那但是CD呢 就是AEB這兩條直線 是交叉 其中AEB是正垂線 那CD是負斜線 好 CD是負斜線 那我要找一條直線 跟它 跟兩條直線都垂直 這叫公垂嘛 對不對 那這個很簡單的推理 好 那我們先從立體圖來看 因為你從投影圖 你很難想像 你看 這個立體圖轉到這個 這個投影圖來 我的CD是負斜線 當然就是任意的負斜線嘛 那因為你的AEB 今天是一個正垂線 而且它是垂直水平投影面 所以它在水平投影點 就變成是一個什麼 端式圖 所以它的三 它的所有的點 都集中在這個地方 那直立投影呢 是垂直什麼 垂直主極線 所以這個 那你投影圖 當然你要怎麼畫 所以說再搞不清楚 所以你要 你在思考這些邏輯的時候 你還是要回到你的立體圖 去做一些邏輯推理 會比較清楚一點 好 公垂線剛剛說過 是垂直兩條直線 那因為你的AEB是正垂線 這正垂線是垂直水平投影面 所以你這個 假設我們這邊 有一條公垂線叫EF好了 那這條EF竟然跟AEB垂直 所以EF又是一條很特殊的直線 什麼直線 AEB是正垂線 EF又跟它垂直 所以EF也是一條很特殊的直線 水平線 是不是 EF是水平線 好 那EF是水平線 好 因為EF今天垂直AB 所以EF是水平線 好 EF是水平線 然後CD是負斜線 然後變成現在我們來討論 是EF這條公垂線 跟我的CD這條負斜線 是垂直的關係嗎 因為公垂嘛 公垂嘛 公垂所以它跟CD也是垂直啊 好 那因為你已經知道EF是水平線啊 水平線是平行水平投影啊 所以這條公垂線跟我的CD的垂直的關係 會呈現在哪裡 呈現在哪一個投影面上 呈現在水平投影面上 好不好 所以這樣一步一步去往後推 那所以我們接下來就可以利用它的水平投影 為什麼 因為EF這條直線 EF這條直線的一個端點 它的水平的端點 正好是落在什麼 落在這個端式圖上 落在這個端式圖上 所以從這個E E的SUPERH這個點 這個端式圖上 那因為我們知道EF是水平線嘛 那EF跟CD垂直 所以EF跟CD的水平投影這邊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垂直的關係嘛 根據剛才說過的 EF是水平線 所以你的EF跟CD的水平投影 這個一定是什麼 垂直的關係啊 好 所以從這樣的推論知道之後 你再拉到這邊來看 拉到推論圖來畫就很清楚了 所以以知是這條線 這個端式圖 然後這個負斜線 那我現在從這個端式圖這個點 因為端式圖這個點 就包含了我的什麼 E的SUPERH這個點 因為它是充銀點 因為它是正垂線嘛 所以它的充銀點就跑在這裡 那從這個點 因為它是在水平投影 那我們說過EF是水平線 所以它的EF跟CD的垂直關係 是呈現在水平投影 所以我從這個端式圖這個點 拉一條直線 跟我的CHDH這條直線垂直 去跟它垂直 所以得到這個點 就是它的垂直啦 F 那這個F知道之後 再往上拉 得到它的什麼 F的對應的直立投影 好 那這樣的話 我現在就知道 E的水平投影點 也知道F的水平投影點 那拉上去 就知道F的直立投影點 那我還要知道我E的什麼 E的直立投影點 那E的直立投影點怎麼畫 因為你的EF 我剛剛說過 是什麼圖 是什麼線 水平線 水平線的特點是在 直立投影 會 平行 平行 主機線 所以我就從F 這個點 拉一條平行 主機線的線過去 跟我的 A B相交 得到這個點 就是你的E的 Super B 那這樣你就可以得到EF的 EF的直立投影 跟EF的水平投影 好 那這個EF就是它的公垂線 那它的時長呢 因為EF是水平線啊 所以今天就不用直角三角形法 你的時長就直接表現在你的直立投影 水平投影上 所以這樣就畫出來了 所以這是一步一步去做一些空間推體的概念 去推出來的 有點難 但是應該還可以接受 就是你慢慢去想 應該可以想得出來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這個我們剛才有看過 就是兩個交叉 就是沒有焦點的直線 它的 應該說可見性 可見性 可見性就是說 誰會遮住誰 誰會先看到誰 這樣的意思 其實 這是比較粗一點的圖來看它 這是另外一本課本的例子 那我們剛才其實有看到類似的 AB跟CD 那它得到的 這個 當然它把它畫得好像像水管一樣粗 但是我們的線其實是很細的 對不對 所以anyway 它稍微誇張一下 那 這邊是它的 直立跟水平投影 那你可以看出來 它這邊 它這邊有一個重影點 這邊有一個重影點 那我們先 這個所謂的第一腳法就是第一向線 那我們要先看看說 那我從它的水平投影點 我來看看它的這個可見性 就是說誰遮住誰 那跟剛才的概念一樣 有沒有 它從它的水平投影的這個重影點 拉上去對應 它其實有兩個點 對不對 產生兩個點 那這兩個點 從這兩個點 我其實可以去判斷什麼 去判斷誰遮住誰 那從直立投影這邊來看 顯然CD的這個點是 比什麼 AB的這個點 來的高嗎 你看 這跟前一張的點位高低有沒有 雖然它在這邊是重影點 但它對應出來的 從AB的水平投影 AB跟CD的水平投影 雖然它 雖然是交叉的重影點 但是它對應到的直立投影 是可以看出來是有兩個點 那顯然CD的點會高於AB的點 那代表什麼 代表我從上往下看 我從上往下看 雖然這個是重影點 但是是誰先 誰會遮住誰 CD比較高嘛 所以CD會遮住AB嘛 我從上往下看的時候 這個雖然是一個重影點 但是我會先看到CD 那AB其實是被遮在下面 有沒有 這叫可見性 這種概念我們以後到平面 平面的時候也會用得到 所以這個要注意一下 那同理呢 在直立投影這邊有一個重影點 那它對應下來到水平投影這邊一樣 有兩個什麼 有兩個點 那這兩個點呢 顯然是CD CD比較離AB 更靠近觀察者嘛 所以當我眼睛從這樣觀察過來的時候 我是先看到什麼 雖然它在直立投影 在直立投影 是一個重影點 但是我其實是先看到什麼 CD 再看到AB 類似我們剛才那個一樣的概念 只不過這個圖畫的比較 粗廣一點 看得比較 比較 比較有看到那個遮住的那種感覺 像水管遮住水管一樣 對不對 類似這樣的東西 來巴之士你們先看一下 它說 倚之直線AB 然後呢 對直立投影面的傾角Beta 是等於30度 那要做出另外一個投影圖 但是巴之士它其實是有AB兩個圖 有沒有 有AB兩個圖 那A圖當然 有沒有比較容易一點 A圖比較容易 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類似我們上一次上課這樣子 有沒有 倚之一個傾角α 有沒有 然後呢 給你三個遺之點 然後要求另外一個點 那這個是一樣的概念 所以它現在是Beta 那Beta是對直線對直立投影面的夾角 那α是對水平投影面的夾角 所以α等於30度 它給你是兩個水平投影面的夾 兩個水 就是兩個 就是一個水平投影面的線段 然後一個直立投影面的一個點 對不對 好所以我們就可以類似 利用直角三角的顯法去做出 找出另外一個什麼 找出另外一個一個 那 反過來如果今天是Beta 呢 有沒有 我們八字四就是給你一個Beta 30度 然後呢 給你A跟B的直立投影 那還有給你A的水平投影 但是要你求B的水平投影 那當然也很簡單 就類似用直角三角形法 就可以做出來了 對不對 好 這個有沒有問題 這個你可能會有點問題 回去看一下講一下 來 這個 第一個 這個 這個就是對應它 八字四的A 那八字四的B呢 反過來喔 它是給你兩個水平投影的夾角 不是夾角 兩個水平投影的點 然後一個直立投影的點 但是它現在是給你Beta 哇 哇 它現在 反過來用啊 怎麼反過來 有這麼好反嗎 因為 我們 這個夾角都是對應 有沒有 A是 這個直角三角形法 必須是畫在 你要求A必須是畫在水平投影 然後呢 Beta是要畫在什麼 Beta要畫在直立 那個 因為 Beta是 Beta是 假設你 如果直立投影這兩個點 知道 你可以把這個三角形 搬到直立投影這邊去畫 對不對 那 現在 按照 八字四的A 當然它是給你兩個水平 這是直立投影知道了 所以你把這個Beta 畫到這邊來 然後把它畫出來 就可以 可以畫出什麼 去畫出差的水平投影 但是今天如果是給你 這兩個點 給你這兩個點 還有其中一個A的點 但是是給你Beta 那怎麼辦 你的直角三角形法 好像就不太能夠用 所以這個時候 要稍微變通一下 所以 先跟你們講 好 這個是它的解法 看一下 基本上還是跟這個立體圖有關係 跟這個立體圖有關係 你看一下它立體圖 我這樣畫你有沒有看得懂 還是這個立體圖 但是今天是給你水平投影 是Beta 對不對 但是你給你水平投影 然後還有一個直立投影 那我們現在把它畫成這樣子 in order去找出這個B的點 這個類似 類似 我們今天 因為我們要知道的是 Beta這個已知點 已知的這個夾角 那這邊基本上還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對不對 還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好 那我們今天現在知道的不是 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不是直立投影 如果知道是這個的話 我們把這個三角形平移過去 翻過去就對了 好 但現在這個不知道 那怎麼辦 那我們現在翻另外一面 翻另外一面 就是說 好 這邊 這邊 這邊有一個Deltax 對不對 這個Deltax 你看這邊把它對應下來 這邊 反正這邊就是一個 一個長方形 那 好 那這個長方形這邊其實可以連過來 所以這邊其實也是一個什麼 這個這邊就是 這邊的直角三角形 但是這個方向 方向 方向 就是它的方向有點不對 我們接下來的意思就是說 好 我現在畫大約畫 可能有點 手會抖 所以 盡量畫 這樣有沒有看得出來 這個有一個直角 就是畫這樣下來 然後這邊有一個直角三角形 那我現在就是把 這個直角三角形 現在這個直角三角形 不是往這邊平移啊 現在變成是往下 把這個直角三角形往下拉下來 然後呢 再把它倒過來 那所以這邊 跟這邊 基本上就是 類似我們把它畫成這樣 這個 這個長度跟這個長度一樣嘛 啊這個長度是什麼 這長度我們剛剛說delta x delta x是什麼 就是前後嘛 A跟B的水平的投影的前後嘛 所以這個就是delta x 有沒有 A跟B的水平前後 那你把這個直角三角形 類似把它 把它 這個邊把它搭下來 然後呢 這邊類似一個旋轉軸把它倒過來 所以這邊就會變成是一個大的直角三角形 好 大直角三角形 那這邊就是delta x 那所以我怎麼去畫 右半邊這邊呢 好 反正這邊delta知道對不對 那你這半邊怎麼畫 這半邊的畫法就是 從這邊延伸過去 然後呢 最後把它 最後這個角度是30嘛 given的是30嘛 是30度角 那你就把它畫出來 那這個基本上就是直角三角形而已 好 那畫出來之後 畫出來之後 這個三角形告訴我一個資訊是什麼 這個地方的長度 那這個長度 那這個長度是什麼意思 這個長度就是 就是這段長度啊 對不對 這個長度就是這個長度啊 那這個長度是什麼 這個長度就是這個長度啊 所以我現在利用這樣子圖 得到這個什麼 得到這個長度之後 我從A super B這個點 為圓心 用圓規畫一條圓弧 以這個為半徑 然後呢 從B的super H拉一條垂直線上去 然後跟圓弧相較 得到就是B的super B 有沒有 所以 這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推理的概念 只不過你要先從直立投影圖 這樣去推 這樣都推得出來 這樣子 這樣子跟這樣子 你從這立體圖 有沒有看得出來啊 這立體圖應該很清楚吧 你說這個角啊 因為這個角是已知的啊 given的 它給你就是30度角 然後它事先題目給你的 你們看它題目給你的是什麼 題目八字四的B 八字四的B 它是給你 給你水平投影嘛 給你水平投影 跟直立投影嘛 那你不知道 它的這個 另外一個直立投影 在哪個位置啊 所以我們 那我們原先啊 原先是 原先的直角三角形法 像八字四的 八字四的A 八字四的A 是給你這兩個點啊 這兩個點給你 那另外給你這個點 那你要找這個B的 Super H 這個反而簡單啊 為什麼 因為 從這個立體圖 因為我們上次講過一個直角三角形法 就是這邊有一個直角三角形 我把這個直角三角形 我把這個直角三角形 平移到這邊 這邊跟它是一樣的嘛 所以我等於這 以這個B 以這個什麼 B的 A的Super B 跟B的Super B 這個邊 就跟這個邊是一樣的嘛 跟這個邊是一樣的 我把這個直角三角形 搬過去這邊 畫 畫什麼 畫一個直角三角形 那畫一個直角三角形 那畫一個直角三角形 好處是什麼 因為你已經知道30度了嘛 30度的話 那你又知道一個邊 所以你可以畫出這個直角三角形的Delta X嘛 那Delta X知道 那我們說過Delta X知道 就代表你的A跟B的距離嘛 Delta X就是在 X軸上面的什麼 前後的距離啊 那我透過這個直角三角形法 我在這邊做圖 做出來一個直角三角形 然後去算出Delta X之後 那這個Delta X代表的是 AH跟BH的什麼 前後的距離嘛 那 八字式的A 已經先給你的AH 那你就可以利用直角三角形法 去得到Delta X 你就可以算出 很快就算出B的H 但是 反過來八字式B就沒有這樣子 所以你就必須得 再稍微 稍微用這個方式再去處理它 才有辦法去算出它的什麼 它的這個B Super V在那邊 好 所以這個都是 都是空間的概念而已啊 如果你要稍微去看一下 了解一下 去分析一下 用一下自己的腦筋去分析一下 去把它 想辦法把它推論出來 好 這個就是八字式的B啦 這邊先 因為這 這題以前 每次都 很多人都有問題 所以我們特別把它整理一下 讓大家知道 好 我們今天就上到這邊 好 好